穿行在吉隆坡市区的单轨火车服务Monorail 自投入服务以来为民众和游客带来很多便利 但自从2014年开始运行的四节车厢列车 在2017年发生了8起零件脱落事件之后 所有的四节车厢列车已经在去年1月份停止服务 在问题拖延超过一年之后 国家基建公司和承包商石可敏 终于在今年的4月份达成了协议 维修那些闲置的列车 如今距离双方签约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 那究竟列车的维修进展如何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就来个突击检查 给大家一个答案 位于吉隆坡15飞的单轨火车车库 今天迎来了一位重量级VIP 为了了解因为零件脱落而送厂维修的 四节车厢列车的进展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早来了一趟突击造访 戴上安全帽之后 陆兆福登上列车聆听汇报 期间他也亲自走入驾驶座 了解列车的操作模式 随后陆兆福向媒体透露 送厂维修的单轨火车进度理想 其中的三辆列车 月季将会在八月中重新投入服务 大幅下跌至目前的三万一千人 因此陆兆夫希望重新投入运作的列车 能够让乘客重拾对单回火车的信心 在维修好三辆四节车厢的列车之后 当局预计另外两辆之前送厂维修的列车 也将会在11月份恢复运作 而根据国家基建公司与承包商史可米的合约 史可米也将会在18个月内增添7辆四节车厢的新列车 这意味着未来单轨火车一共会有12辆四节车厢的列车投入运作